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也站在一個大學校長的立場 來提出今天的報告是建構產業創新服務平台 最主要的目的是提升療癒產業競爭力 我們都知道 身為一個大學 他很重要的社會責任 除了人才別役以外 我們促進國家以及地方的競爭力 以及增進人民的福祉 這是大學設立很重要的一個宗旨 我們也很榮幸聯合大學在苗栗縣深耕 今年剛好也是聯合大學改治十年 就是我們在民國九十二年 奉教育部改製成中和大學 這十年來教育部也允許我們 允許多三十八億的經費 到幾年前部到位 我們聯合大學新校區 目前有十四棟建築物在蓋 新校區比我們原來二平山校區增加大概八倍 有一部分面積是縣政府提播給聯合大學 在這邊也特別感謝苗栗縣政府 因為苗栗縣政府武運的新校區 也幫我們建了兩個校區之間 很嶄新的一個聯大陸 花了很多經費 這一次因為我也剛好 我們學校得到一個望虹金子獎 在這個典禮上 特別把這個在苗栗縣 苗栗縣政府支持我們聯合大學的司機 在這個會上跟很多委會的一些朋友來介紹 今天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從學校的觀點 大家來談一談 什麼樣促進苗栗產業的升級 跟我們的競爭力 剛剛我們聆聽到幾位前輩 尤其是我們黃牧主委提到很多的觀念 這些觀念我覺得對地方將來的建設都息息相關 但是我今天提到的一點是 一切怎麼樣來貫徹 貫徹繼續策略 很多在產業 促進產業末銷的地方 很多是行政單位 尤其是公務人員很不容易插進去的地方 這時候學校在末銷的地方 就產業末銷的地方 服務產業末銷這個地方 很容易有學校插進去 來支援縣市政府做這樣的發展 所以我今天提到了一個 今天的一個主題是 產業創新服務平台的觀念 當然前面這個主題的部分有 談到怎麼樣現況的分析 策略、策略、評估 這兩部分我想 剛很多跟各位前輩 整齊的部分有相近 我很簡單的列過去 最後是提升我們的策略 跟我們平台的運作等等 做一個說明 在苗栗當然是三多、平年少 人口的比例當然是農業 也是農業人口最高 也是最肯定、最重要的一個行業 但是因為農業的產值比較低 所以前果來講 我們的產值大概占前果農業3.6% 農業當然主要是農林營墓裡面 也是農業產品做最大中 占了71%以上 另外在工商業的部分 大概前線 我們工商業是發展 可以說是一個重心 全部產業的產值來看 工商業占了最大的部分 超過4000億台幣 所以這一部分是最重要 但是工商業的產值裡面 最重要還是集中在 剛剛提到幾個大的工業區 包括產業園區 工業局的工業園區跟科學園區 18個行政區域裡面 特色發展都很有特色 但是大部分的工商業都集中在 在苗栗、頭昏跟新竹 這部分我想跟 剛剛幾位 男人跟連講的前輩 講的都非常的一致 那在 製造業裡面 製造業裡面 剛剛提到4000億裡面 製造業裡面大概佔了 有大的製造業有3300多億 所以製造業為主對苗栗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很重要的產業 那在製造業裡面 我等一下下一張會製造業裡面 看製造業的屬性跟特性 那當然我們 苗栗 還有很重要的 另外是我們的觀光旅遊這方面的產業 那另外 我們觀光旅遊的住宿餐飲 這一部分 大概有苗栗總產值的 大概 有佔了百分比 大概1%左右 那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下一張是我們產業的部分 當然是電子汽車 我們知道說 一個運用汽車在這個地方 是比較大的幾個產業 來金屬產業 還有 化工 長寸化工等等 大產業的帶動 這個是跟幾個工業區 結合起來 我們 苗栗很多工商業技術 很重要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 持續 我想這些工業區也持續的 有一些發展的計畫 尤其通路科學研究將來 大高旁邊有提到 當然 工業研究加起來 可能將來 一幾多位超過千億以上的一個連產值 另外就是我們苗栗的特色 大家看到我們 苗栗 在由縣長主政的日下 我們一些交通建設 未來幾年都將順利來通車 這部分 一定可以帶動地方的產業 苗栗縣是國內 客家群組比例 超過一半 六成多以上的一個縣市 它很有特色 大家 全部 很多都喜歡 喜歡 來 苗栗做光光 文化光光這個產業 你卻未來 很有 很有發展的一個強項 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展 過去辦了一些節慶活動 像台灣燈會 從苗栗開始 也帶動了苗栗 觀光產業的一些發展 另外一系列的活動等等 我想我們在大學裡面也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我們將來我剛剛提到 我們校區 阿亞校區完成以後一些學術活動 國際活動 或者兩岸交流的活動 我們會很頻繁的在校區舉行 我們也規劃到聯體之前 大概有三場大型的研討會 包括國際研討會 兩岸研討會 以及國內研討會 都在聯合上級舉行 我想這部的舉行 都是三四百個人以上的 能力參加 促進地方的一點點奉獻 像國光產業的特色 另外地方產業這部分很有特色 農業以外 另外像 蚯蚁、陶齒、蚊屍、木雕等等 都是對國光產業 這也是非常吸引人 這邊我們把苗栗縣 從過去 這十年來 從過去 這個資料是89年 就是99年 我們的總計資料 我們可以看出來 事實上是 圖的部分 特別看去藍色部分 藍色部分是99 紫色部分 紫色部分是89 就十年來 可以看出成長的情況 總是個品可以看出來 然後藍色縣成長很快 那大概 除了 一切因為 有藍色縣的加持 接下來就是我們強化建政力 最主要就是我們 加強中小 這小企業為止 怎麼樣來加強 這稅子店 這部分 我想學校部分 可以從品牌上 從剛剛 從藝業結盟這邊來做發展 另外 強化文化 觀光產業這方面的競爭力 這個是非常 對苗核縣非常有需要 我這邊所提到的這個 策略就是希望 結合產業 學校 還有我們從經濟部 這部工業局來結合 來協助 尤其是小的產業 尤其是微型產業 讓它能夠持續 從微型產業 將來可能變成中小的產業 變成大的產業 融化觀光 產品行銷 互為經緯 相互來合作 這邊提到就是 在農林漁務方面 農林漁務方面 除了鹽鹿藥的生產之外 很重要就是怎麼樣 加強農業技術的改良 剛剛提到有機 我們給食品的加工 另外品牌行銷方面 農藝體驗 加強包裝 加強文化商品的融入 企業經營 異業結盟 還有加強文化觀光 這一部份結合 那在製造業方面 技術的提升 跟技術的整合 專業知識 還有人才的培育 做好 相互做好良性的競爭 跟合作 這是未來 這一部分提升的一個策略 那文化觀光 產業裡面 也希望在管理認證 還有人才培育 這部分也是 你們都可以加持的地方 那 產業上新服務平台 很簡單的可以講 就是 就是強化我們在地 學校方面人才 然後去輔導 地方的產業 讓地方產業能夠從 加值上 能夠從 品牌上 從設計上 從包裝上 更能夠加強 然後長期來學習這樣一個經驗 讓這些產業能夠擴大 讓這些產業能夠擴大 擴大 擴大融序的經營 當然在這個工作上 我們在學校方面 就扮演很重要的就是來協助 協助這些企業或公司 然後在應轉方面 在市場方面 在產品方面 尤其是在檢測方面 協助他們補合 這些標準 這個平台 還有在產品的行銷方面 創新方面 這部分技術上 聯合大學很盡興 就是我們是一個中國大學 不管是說我們的電子機械 這方面的能力都還 老師都非常的強 我們有管理學院 有客家學院 對這些產品的包裝 我們有工業設計行系 都可以來協助地方這些產業的發展 我們即將跟公園宴 簽一個合作人盟 然後希望公園宴在一個技術上 能夠協助我們 更能夠導進這樣的 融入這樣的一個技術 這個大概應該是在 我們在一兩個月之間 會跟公園宴簽這樣的一個節目 來服務揚藝縣 揚藝縣整個企業 這個是很簡單 我們提到這個作業的平台 當然我們很初步 生活創意 電子金屬材料 都是我們先起要搭入的一個領域 我們看到 在台灣經濟部工園宴的輔導下 目前有蘭台灣創新年期 有嘉義產業創新年華中心 有中台灣創新年期 有東部產業技術服務年期 但是我們想說 中北台灣這塊 尤其苗栗縣 更需要經濟部的協助 這一部分 我們也初步得到經濟部的認可 我們即將如果有機會 有機會 我們能夠來應轉這一塊 希望能夠得到經濟部的協助 然後對地方 對苗栗縣的產業有所奉獻 所以我們初步的文章叫做苗栗 苗栗 當然我們這個股是 我們希望苗栗能夠長大 當時能夠長大 而茁壯苗栗的產業 從永續發展 從價值的製造 從創新園花 當然我們要進到一個社會責任 跟苗栗縣融合在一起 這是我們產業 將來長期能夠有一個 苗栗產業創新中心的願景 能夠在苗栗能夠實現 那今天我的報告在這邊